主持人的手 歡迎到南在河 就是要來吃炒豚有名的麻糬 她還沒講完 突然間禁任務 有啊 很有名 熱月譚嘛 有啊 有啊 一定有啊 所以要做什麼 啊 喝茶 因為我們家吃的茶米很有名 是不是 飲料店可不可以 來 別說太多了 等一下去找看看 現在就來炒豚吃 白天吃麻糬 這個麻糬有蝶醬的 白是一蝶醬的口味香芋花生 哇 裡面有芋泥 還有很多芋麻耶 這個麻糬本體 很嫩很嫩 這不是我長期在群人吃到的 有嚼勁的那種 這是入口即化耶 有得嫩耶 你看裡面爆出來耶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土豆 這是什麼啦 我看斷面 這是土豆耶 哇 這是花生粒耶 有香菇喔 土豆表面有一個焦香耶 很香 很香 OK 來南島就是北京的中性新春 大家知道以前的台灣省政府是在這裡 但是後來沒有台灣省了 所以就cancel掉 附近有很多市集讓你洗一洗 就變成一個觀光的地方 哇 南島很軟 注意 大王椰子葉掉落 今天你是上班日的關係 所以附近的市集都沒開 放紅筋 放紅筋 我是這樣教你的嗎 不是耶 怎麼了 放紅筋 200次 放紅筋 提醒剪片中的自己 要記起來囉 不然就完蛋了 南島實在是很軟的 我要吃冰囉 這個是巧克力冰蒸 是很簡單的味道 它餅乾不是蘇打餅 有點像那種 口涼的那種餅乾 硬硬的喔 不是脆脆的喔 50咖哩 嗯 很厲害 農場的感覺 本來是要去梅園 吃餡餅跟小米粥的 反正都說它的小米粥有夠好吃的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是休息的 我沒時間等一會了 所以就 拜拜 哇 到埔里囉 大家對埔里是什麼英雄 我的英雄就是埔里礦泉水 這裡都是四邊 都是山的 應該是好山好水的所在 現在我就站在台灣的中間 台灣的心中 心中 我摸到了喔 地理中心碑 現在就是去埔里吃東西 埔里有蛋市的廚房 一定會去祭祺祺祭祺 外面就是蛋市的廚盔 在地的人都吃這間 偷偷分享給大家 這個肉圓看起來比較透明 儘管有鹽水 水晶椒的口感 不錯 口感非常簡單 豆油調味 然後它的肉裡面的調味很重 現在應該是我吃到最多 這個酸辣的地方 豆湯可以讓它 放在這裡的泡湯 去做你的泡湯 為什麼有一種炸骨湯的感覺 很美味 很好吃耶 大家看 我用鹽子做的泡湯 南島的飲物 拍哪裡啦 你在亂拍啊 但是南島的飲物 阿伯去做的 喝一杯喝喝茶 是不是 Google一個好 哇 這就是我自己去Google找的餐廳 有古色古笑的感覺 起司奶蓋紅芋 紅芋 紅芋 一共是日月潭紅芋耶 一共是日月潭紅芋耶 不夠好喝耶 這就是我店的套餐 炙燒牛肉 沒有菜頭耶 牛奶茶凍 我喜歡 其實它的食物也不錯吃 這就是飯糕你準備去的 有咖哩索套餐 虎里吃 好像是出生狗的 我自己都看到狗的感覺 虎里的貓 你等一下要等什麼啊 等誰 要戴相圈 荒豆的第十天 我要吃一個很特別的食物 聽說全台灣只有虎里吃得到 還很長耶 本來要拿好買得到 在地人 有時候要吃這個鹹油條 哇 看起來很大條耶 鹹油條裡面有加蔥 你變的時候 可以自己選裡面的料和酒 跟出名的混合是 熱狗加蛋加甜辣醬 台式大橫堡 有沒有 嗯 外面切切耶 裡面有嚼勁的皮 不是一般的油條 嗯 口感不錯的油條 口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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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吃 南島再見囉 到這邊 做 cual 我小心 發誦 behavi 螢幕 人員 分享